我是江家唯一的掌上明珠 他们给我选了京城所有女人的梦中情人 赫赫有名的商业大佬顾涵当老公 我俩结婚三年 只见过三面 订婚、领证、办婚礼 但对我来说 见多少次都一样 因为我脸盲 压根记不住她的脸 生日当天 姐妹说给我点了几个男模 是我喜欢的翘臀 比人虽看不清脸 但看得轻身材 独爱线条饱满的翘臀帅哥 正简惋惜地对我说 这三年寡得辛苦了吧 都是姐给你点的绝品翘臀帅哥 你悠着点完 我摇头 不辛苦 命苦 正简是无国界律师 在我结婚那会儿 她正冲在满是战火的C国 她只知我 婚姻貌合神离 三年只见过三面 却不知我是和顾涵结的婚 我老公叫顾涵 就那个很有钱的顾涵 我想着顾涵的确有钱 就点了点头 她择了一声 好好的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我当时热泪盈眶 果然在闺蜜眼里 我是无价之宝 谁也配不上我 后来我才知她说的是 大富贤贤的爆发户顾涵 而我说的是 年轻有为的商界大佬顾涵 我都不好意思解释 我是牛粪 不一会儿 清一色的翘臀帅哥 就给我们满上了酒 你一杯 我一杯 我出去上个厕所透个气 清冷的厕所和外面的喧嚣隔开 在洗手台上 我捧了把水 冲了下热乎乎的脸 镜中出现了一个臀 不 一张脸 深墨色的西装和微开的领口 昏暗的灯光下 我却能看清它 微微滚动着的喉结 似乎是酒精的作用 视觉感官更加真切 此刻的她包裹着一身西装 却性感十足 比在里面更加黄我的眼 你怎么跟着出来了 我上前揽住她的手臂 伸手指尖细细抹扎着她的喉咙 什么时候 我还喜欢上喉结了 像颗核桃 真好看 男人紧紧绷着身体 我能感受到 挽着的手臂线条更加硬朗 放松点 刚刚不是挺自来熟的吗 怎么出了房间就不认人了 我伸手拍了拍她的翘臀 嘿 绷着的臀比刚刚翘多了 似乎是 我的手太过放肆 身边的男人阴沉沉地盯着我 我默默收回了手 谁料男人竟一把拉回我缩着的手 摁在了她的翘臀上 她淡淡开口道 这么喜欢摸 给你摸个够 不对 这声音一点都不像里面的翘臀 帅哥 完了 我摸错人了 我呆滞着脸 想要缩回手 却依旧被她紧紧拉着 骨节分明的手指还有意无意地 抹扎着我的指尖 哟 还挺会玩 我另一只手开始从她喉结往下 指尖勾住她松松垮垮的西装 卡搭 扣子被我一一解开 我脚步凑近一分 鼻息交织 小哥哥 单身吗 男人嘀嘀笑了一声 抱歉 已婚 那可惜了 如一阵风轻浮 便匆匆掠过 毫不留恋 我转头就走 手腕被拉住 我跌入她怀里 不可惜 我老婆是你 这句话 我消化了一分钟 我才明白过来 她是我名义上的老公顾寒 但我想不明白 她怎么在这 我双手还住她的腰 应应应 老公 我刚刚跟你玩呢 抬头 我眨巴着眼睛 好玩吗 老公 好玩 她扯开我八爪鱼斑的手 收拾一下跟我回家 我们回家完 我 看着她冷漠的背影 我阿嬷一声出门 没看皇历 她停下脚步 侧头 明暗交织 透着一股 涉人的气场 我咽了口口水 连忙跟上 虽说 我和顾寒的婚姻 没有爱情 但天地良心 出轨这种事 我真是有贼心 没贼胆啊 人家也就是 让一群翘臀帅哥 给我跳跳舞 唱唱歌而已 臣妾冤枉啊 况且 顾寒的手段 人尽皆知 我想起当初 我那短命的老爸 一把心酸 一把泪地 向我保证道 顾寒这小子 绝对不会出轨 你就放心架吧 我不满地 哼了一声 就没有不偷吃的男人 再说 有没有种可能 是我出轨 他说 他就是那个 不偷吃的男人 你放心 他最痛恨的 就是出轨了 末了 我爸又补了一句 你要是出轨 你爸我这么多年 为你打下的江山 就全毁在你手上了 啪一声 我妈打了他一巴掌 结婚那会儿 你还说是 为我打下的江山呢 你个渣男 我给郑检发了条讯息 我便坐上了 顾寒的副驾 回了家 回的这个家 是我和顾寒的婚房 我俩结婚后 根本就没在一起住过 以至于 我俩都找不到钥匙 大门的指纹 也没设置好 我和他站在 偌大的别墅门口 四眼相望 都从彼此的眼中 看到了尴尬 我开口 要不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他沉默了一会儿 拉起我的手 去我家 他说的是顾家的老宅 我想正脱开他的手 却被他握得更紧 他回头 怎么 要去找你的翘臀帅哥 不不不 我只爱老公的翘臀 说完我就后悔了 我这口嗨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 我看不清顾寒的神色 但他似乎不再沉着脸 应该是对我的话很受用 手也改成了食指相扣 虽然但是 婚后第一次见公婆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我慌 顾家大宅坐落在东区中心 约莫开了十五分钟就到了 到了顾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里面倒依旧灯火通明 下车后顾寒抬起手臂 示意我挽他 我上前手轻轻地搭在他的手臂上 明媚一笑 懂表面功夫吗 还未上大厅就听见了嬉笑声 如黄黎一般清脆悦耳的女人声 愈来愈尽 推开门就见一女人一把冲过来 就要憋上顾寒怀里 我下意识挡住 她直接挤上我胸里 嗯 有点痛 还好我有料 女人见了我 不满地起身 又朝顾寒甜甜地道 哥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陪我过生日了呢 顾寒把我拉回怀里 低头问 状疼了吗 我答 不疼 女人上前拉住顾寒的袖子 撒娇道 哥 快来陪我过生日 我盯着里面黑压压的一群人 下意识退了一步 顾寒虚扶着我的腰 对她道 你嫂子不舒服 你们玩 独留下后面跺着脚的女人 你居然还有个妹妹 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 楼顶的风轻 扶过我的脸颊 早已把我的酒意吹散 她说 她叫白雾熙 后妈的女儿 不是我妹 我没什么重要的人 我爸也走了 就留下后妈和她女儿 在这座宅子里 我平时很少回来 还有 我了解你就好 我侧头 盯着身旁 看不清五官的脸愣了下 明明看不清 我怎么感觉她很好看呢 顾寒又接着说 你也是我重要的人 你是我老婆 风好像又把酒精带了回来 不然我怎么感觉又晕乎乎的了 我捂着脸 匆忙转头 今晚的星空真好看 她笑着应了一声 嗯 顾寒的手摊开 是一个丝绒手势盒 生日快乐 打开 里面是一条翡翠项链 就是绿的有些发光 这是在阴阳我 不过看着她真挚的眼神 这个想法立马被我pass掉 我和顾寒结婚这么久 说真的 她在礼物上从不吝啬 每个大小节日都不忘给我准备礼物 每一件都是大手笔 但以前都是经秘书送到我手上的 这还是第一次她亲手送给我礼物 我伸手摸上那温润的翡翠 心底轻颤一下 我看不清顾寒的脸 但却能感受到她炙热的视线 又烫又温柔 第二句生日快乐 是白雾熄开的口 顾寒去洗澡 我一个人在透气 她便捧着蛋糕 笑得一脸明媚地过来 生日快乐 嫂子 后面两个字带着我听部 明道不清的语气 竟还听出了些幸灾乐祸的味道 谢谢 你也是 生日快乐 我收下她的蛋糕 浅尝一口 只觉腻得慌 没想到 我们这么有缘分 生日是同一天 还一样同病相怜 她看了眼我脖子上的项链 笑了笑 我回 同天生日的确有缘分 不过我可没病 白雾熄没有反驳 反而顺着我说 也是 毕竟你是嫂子 我只是妹妹 莫了 她又补了一句 项链很好看 我伸手在脖梗间 勾勒着项链的模样 瞧着她踩着高跟 离去的背影 不知怎地 心头一慌 可只有一瞬便被我压了下去 怎么了 项链不舒服 转头 顾寒湿着头发 已靠在墙边 湿漉漉的水珠 从她脖梗滑入 大开的真丝睡衣中 明明视线昏暗 可我却看得真切 我严重怀疑 她在勾引我 但我没证据 我轻渴几声 太重 咳得慌 她微微一愣 随即又上前 帮我解开项链 你不会后悔了 要把项链 要回去吧 我连忙护住我的项链 只听见她沉沉的一声笑 温热的气息 随着她的笑意 一点点扫过我的耳根 她手里的动作不停 准备带着过夜 也是真不怕落枕 于是我默默 撤开护住项链的手 不怕 我就怕你送得不够重 不落枕 小财迷 整座故宅那么大 顾寒却说没有空房间 鬼信 她把我领上她的房间 黑灰色系的装饰 这很顾寒 我郑金威坐在床边 左撇撇又撇撇 她弯腰凑近 你 不会是害怕了吧 我怒是回去 谁怕 我 怎么可能 她又凑近几分 双臂撑在我左右 把我圈在她怀里 滴滴的声线 飘上我耳朵 也是 你什么翘臀帅哥 没见过 我推了下 她的胸膛 磕磕 热 别凑这么近 就在我起身时 她又把我推回到床上 脚下一歪我拉着她的领口 两人一起倒了下去 好沉 她的鼻尖抵在我的脸上 我只觉烫得不行 她温热的气息 随着我的心跳 沉沉地一下一下 我双手抵在她胸膛 却摸到了她湿漉漉的肌肤 我低头一看 连忙捂上脸 你你你 起开 她带着笑意道 我不 我要睡觉 睡觉 是我想的那种 这不太好吧 虽说郑仪领 但我们总归还不太熟 但是她身材这么好 我也不亏是吧 就在我还在胡想乱想之际 顾寒翻了个身 躺在我身旁 笑得不能自已 她说 纯睡觉 我耳根子一热 嗯 我想的也是 盖被子 纯聊天的那种 我好久没有睡得 这么安稳过了 但梦里有些冷 身旁似乎有个火炉 我紧紧靠在火炉旁 靠近我身旁的那一簇火花 在失去意识前 火炉好像生气了 不让我抱 迷迷糊糊间 我还听见她说话了 你是不是没当我是个男人 我伸手打了她一下 你是火炉 不是男人 火炉安静了 但她跑了 等会儿再抱的时候 她一点都不暖和 冷得 第二日起床时 顾寒已经不在了 床头留了张纸条 公司有集市 楼下有早餐 我下楼却见大厅中间 坐着三个女人 身材都十分相似 其中一个穿着条墨绿色的旗袍 这么老气 肯定是我那未曾见过面的婆婆 我上前朝她伸出了手 婆婆好 眼前的女人僵硬了几分 脸上挤出个笑容 旁边的女人倒是笑得十分惬意 嫂子 她是顾家的养女苏明月 可不是你婆婆 我妈在这 说完她便把我的手和另一只手拉在一起 我笑着道 不好意思 脸盲脸盲 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 白雾熙朝苏明月打亮了下 你这旗袍确实老气了点 也难怪嫂子认错 苏明月的手捏紧了几分 脸色煞白 是我选的衣服不行 白雾熙眼里多了几分比一 衣服选的不行 挑人的眼光倒是毒辣 苏明月不答 却抿了好几次口水 最后还是我那婆婆打破了这奇怪的气氛 她拉着我的手道 上次结婚 听顾涵说 你生病了 怕生怕人 那婚礼减得不能再减了 我看还得让她再给你补一个 不用麻烦了 婚礼很好了 当初结婚没有邀请任何人 只有我和顾涵 还有我妈 那时候 我出了车祸 患上了脸盲症 爸也刚走 我精神紧绷 公司底下不少人暗流涌动 我和我妈同为女人 根本没有话语权 所以我才和顾涵提起了老一辈的婚约 迅速办了婚礼 顾涵 婚约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条件由你开 江家的股份 我可以给你百分之十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再提 或者你有喜欢的人 他打断我的话 没有 我顿了顿 如果婚后 你有喜欢的人 你说一声 我不会打扰你们 走 啊 我梦了 让我滚 谈判失败 顾涵见我愣在原地 牵起我的手 回家拿户口本 去领证 我俩简单又迅速地领证办了婚礼 没有感情 只有利益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 爱这个字 最奢侈 因下午要参加一场国风主题的时装秀 我化了个全装 破天荒地穿上了条淡粉色的旗袍 还盘了头 入场时 我被一个小女孩拦住合照 你好 我可以跟你合照吗 我笑着凑到她的镜头前 比了个耶 你好 这是我在国内的第一场服装秀 我没有想到竟还有人认识我 我朝镜头笑得更甜了些 拍完 女生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 明月姐姐 我超喜欢你演的那部桃花情 能不能帮我签个名 我不明所以 明月 苏明月 顾家养女苏明月 她 我 我拿过照片 上面的女人拿着一把雨扇 手中的翡翠戒指晃了下我的眼睛 当时见苏明月 她手上也戴着这一枚 我有些明了 把照片还给了小女生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苏明月 我是姜甜甜 我不是任何人 服装秀走完 已到傍晚 不成想 隔壁竟人满为患 我走过去开车 被一堆人挤了上去 月月 明月 看着看着 要天天开心呀 明月 我在推桑中得知 他们赌的人是苏明月 原来她在这边有活动 也难怪今天会有人把我和她认错 别挤 在人群中 一个人质地有声地护着苏明月 是顾寒 我看不清脸 但听得出声音 认得出那揽在苏明月肩上的手 西装上 难眉袖扣 是我送给顾寒的生日礼物 没想到见她戴 是在这种场合 我穿着高跟鞋 被拥在人群中 头上是粉丝们 表达爱意的横幅 他们挥舞着手臂 遮住了顾寒的身影 我也在推桑中 不小心摔倒在地 砰 有人摔倒了 别挤 不知谁喊了这一句 粉丝们留出了个空间 让我免于被踩踏 其中还夹杂着几句粉丝的惊讶 好像明月姐姐 怎么会这么像 远处的男人 虚扶着她上了车 她侧着脸 朝我这里一瞥 我的膝盖好像更疼了 周深粉丝们的喧闹声 愈发激烈 他们围着我 指着我 拍着我 像看动物园的猴子一般兴起 他们的脸在我的视线中放大 像鬼扶 像怪物 像变异人 让我呼吸不上来 我大口地喘着气 手指在地上磨出血 疼痛已无法让我脱离可怕的窒息 一切无限放大 姜甜甜 姜甜甜冷静 看着我 深呼吸 我的手腕被抓住 脸被强迫着看向对方 熟悉的声音慢慢把我拉回 我的视线逐渐清明 说了让你最近来复查 看吧 这才多久就出事了 男人的声音夹杂着 愤怒 秦医生 你怎么在这 秦师明脱下外套 落在我的头顶 遮挡住我的视线 衣服的清香和温度 让我眼神清明了些 后背 传来他轻轻地拍斧 似安慰 原本不听使唤的心跳 慢慢平稳下来 他把我赛上车里 隔离开外面躁动的人群 刚刚那个是你老公 啊 我把外套还给他 还未来得及开口道谢 他就冷不丁冒出了这句话 秦师明是知道我结婚了的 但并不知道对象是顾寒 所以他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 秦师明慢悠悠地打着方向盘 你刚看他的眼神 就像看到他出轨一样 出轨 我刚刚的眼神有这么明显吗 他笑了下 有 我不愧是心理医生 我还没说 他就知道我要说什么 当年出了一场意外 我得了脸盲症 相关的记忆全部丢失 从那以后 我一蹶不振 精神恍惚 谁能想到 当初以一幅肖像画成名 荣获世界级奖项的 我竟画不出脸了 可笑 这几年在秦师明那里治疗 也毫无上展 我自然不能画地为牢 于是我转工服装设计方向 如今也算是小有成就 我来到熟悉的治疗环境中 对着眼前一块钟表 周围一切全都虚化 我只能听见秦师明的声音 渐渐地 我陷入沉睡之中 这次我穿着校服 周围人都是统一地眼鼻嘴 我无法辨认出谁是谁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 突然被一股力量拽上了一个男人的怀里 他身上的味道好熟悉 可我想不起来他是谁 走路小心点 声音真好听 好熟悉 可他是谁 我呆愣地点头 跟在他身后 你跟着我干吗 我嘀咕着 我也不知道 我能说 我的脚 不听使唤吗 以后别再跟着我 别喜欢我了 说完他便跑开了 我站在原地 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小 小到消失在我的世界里 我的心里好似被挖去了一块肉 疼得我直发抖 为什么他离开 我会感到这么疼 我大口的呼吸 在窒息感来临时 又猛然惊醒 视线逐渐清晰 我对上秦施明略微担忧的脸 他问 你看到什么了 我喘着气回 一个男生 他是谁 我不知道 我看不清 他的脸 我认不出他是谁 我捂着那早就不满泪痕的脸 泪水依旧止不住地流 秦施明欲言又止 没有再继续治疗下去 只让我回去好好休息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了自己的家 一夜无眠 隔天一大早 郑简的电话狂打上来 江田田 你跟你老公和苏明月的三角恋被爆出来了 明显有人要黑你 你快点看手机 还有 你老公那么帅 下次带出来哈比 竟然藏着掖着 我还以为你是跟那个爆发户结婚了呢 对了 你们那个三角恋尊都贾都 我 三角恋 我和顾涵 苏明月 我迷迷糊糊地打断他 行我知道了 下次带顾涵跟你见见 挂了正简的电话 我才看到谈出来的N条新闻 顾是总裁和新人小花 那不可言说的二三事 替身文学照上现实 谁才是总裁心里的白月光 我服了服额 现在的媒体还真是会捕风捉影 手指停在最后一条娱乐新闻上 替身文学 其实我也好奇 我和苏明月到底谁才是替身 点开后 不出意料 全文通篇都在歌颂苏明月和顾涵的爱情 可明明正宫是我呀 那篇文章中写着苏明月被苏妇收养 与顾涵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后来考上国内套大学 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出国留学 回国后去故事旗下的娱乐公司 作为新人演员出道 出道三年 便成为了娱乐圈知名的清纯小花 和顾涵这个哥哥 伟科古家青梅竹马 又还是明星和总裁这种身份 评论区都磕疯了 听心而论 看到新闻在写自己老公和另一个女人的爱情 说不难受是假的 但我自始至终都一场冷静 因为我清楚 我和顾涵之间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 还夹杂着两家企业 我叹了口气 拿起手机拨通电话 心脏跳动声入耳 我轻抚一下胸脯 不对 我是正宫 我紧张什么 对面传来低沉的声音 甜甜 新闻你看了吗 对面愣了几秒 才传来几声低笑 我和她没关系 她是当年我爸资助的一个女生 见我没硬化 她又开口 吃醋了 我像被揪住尾巴一样 大声道 我才没吃醋 是我朋友 她是个记者 说看到有人要买我和你还有苏明月三角链的新闻 我郑重其事道 作为你名义上的妻子 我认为我有权利问你这三角链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错 问问怎么了 应该理直气壮地问 顾涵似乎很高兴 声音都带着笑意 好的 夫人 我和她没有关系 更没有所谓的什么三角链 所以你能不能消消气 别吃醋 嗯 我在听到夫人两个字时 只觉脸颊一热 连忙挂了电话 挂完后 才想起忘了质问她 为何揽着苏明月出现在她的活动现场了 叮咚 顾涵的消息 我点开 她现在在顾家名下的娱乐公司里工作 虽然她是父亲收养的 但我和她之间并没有越界 都是媒体捕风捉影 昨天本来想去服装秀接你的 结果她被困在活动现场 我刚好路过就带她离开了 新闻的事我会处理 你不用担心 我唇脚弯了弯 缓缓打了个偶 顾涵很忙 我知道 所以当她隔天提着一大堆保养品出现在我家门口时 我愣了 走吧 去见妈 我 我每逢周六都会去疗养院陪我妈 但她是怎么知道的 她一手拿着一大袋保养品 一手牵着我 明明和平时一样穿着西装 但今天感觉更正经了些 抱歉 她抽出手 有些不自在 我轻笑一声 拉过她的手 拿出湿巾 小心翼翼地帮她擦手心的汗 我抬眸 带着笑意看着她 别紧张 她笑了笑 此时她的眸里 硬着我 全是我 我妈自从我爸去世后 身体一直不好 日渐消瘦 神志不清 顾涵熟练地推着我妈在院里走 我跟在身后 熟练到有时我插不上手 阿涵 阿涵 妈 我在 阿涵 照顾好田田 妈 我会的 见我迟迟落在后面 顾涵停下 朝我伸出手 田田 来 柔和的阳光 洒在她身上 她站在光里 等我上前牵她的手 我笑着上前 把手搭在她的掌心里 炙热的掌心 来了 那一刻 我好像又有了家 疗养院 一公里远 是一块木地 我妈每次都会坐在窗前 朝着那个方向发呆 今天也不例外 我好像没有带你去见过我爸 我喃喃自语 朝着那个方向望去 轻松翠绿的山 云雾缭绕 那里藏着多少人 思念的人 顾涵上前轻轻握住我冰冷的手 拨开我的指尖 食指向口 回去的路上 我带顾涵去见我爸 墓碑上是我爸略带严肃的笑 他并不爱笑的 但他说我以后看到笑着的他 会觉着他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很好 我笑着蹲下 抚摸着上面的字 字难自语 爸 我带他过来了 就是当初你夸他夸得天花乱坠的那个 爸 顾涵揽住我的肩 无声地安抚我 我和田田来看您了 我们过得很好 我也会对他很好 您放心吧 我红着眼眶看向他 心都在抖 跟我爸说了会儿话 我和顾涵便准备离开 刚走几步 我的手机响了 我停下脚步 从包里掏出手机 手一滑 啪哒一声掉在地上 我蹲下 捡起手机 余光撇到这座墓的主人 林佳 还真是个好听的名字 你好 哪位 我接起电话 边走边听 对面声音低沉 江田田 是我 苏明月 我们见个面吧 就我们两个 我回过神 看着拉着我手的顾涵一眼 淡淡道 好 苏明月约我在咖啡店里见面 我独自一人前去 里面只有我们两个顾客 苏明月依旧身着旗袍 水蓝色的 很衬她 也很衬她手上的翡翠戒指 苏明月坐定 直盯着我的脸 像 太像了 我当然知道她说的意思 可我没有应她 直入主题 苏小姐 有事找我 她没有说话 只递给我一张照片 一张床照 她何故喊的 我的心咯噔一下 面上却笑了 苏小姐 你让我看这个 是什么意思 是想说 我长得像你 顾寒只是把我当替身 还是想说 你们才是真爱 让我离开顾寒 苏明月愣在原地 轻咬嘴唇 都是 我把照片推回去 苏小姐的戒指真好看 顾寒给的 她摸了摸戒指 理直气壮 对 顾寒送我的 苏明月手中的那枚翡翠戒指 和顾寒送我的项链是一套的 我并不认为顾寒会抠到 用一套首饰去送两个女人 我抿了口咖啡 顾寒也真是的 送人戒指连尺寸都不良 苏小姐撑得手疼了吧 我回去一定好好说说她 苏明月有些心虚地 把那戴着戒指的手缩回去 尺寸不合没事 我喜欢就好 我笑意更深 脸皮可真厚啊 你喜欢的 可不属于你的 不止戒指 人也是 戒指苏明月戴了有一阵子了 那手直早就撑得红彤彤一圈 现在就是要拿下来 都得费点劲 我又开口道 这戒指不合适 戴着不舒服吧 明知不舒服还要戴 这戴久了要是发言 可是要截肢的 我不在乎一枚小小的戒指 可有些东西 我不是不在乎 说完 我上前往她脸上扇过去 就在手要扇到她脸时 我停住了 俯身低语 我是个文明人 从不打人 我转身离开 苏明月却叫住了我 姜田田 你真可怜 我转头皱眉 怒视着她 拳头握紧 刚刚真得给她一巴掌 你连你最爱的人都不记得 真是可怜 苏明月说完大笑起来 红着眼笑得猖狂 笑得诡异 我皱眉 顿了顿 你什么意思 最爱的人 她看着我疑惑的样子 更是畅快 是啊 你最爱的人 真可怜 把最爱的人忘得一干二净 连同记忆 全都丢失 我得不到顾寒 你也得不到你最爱的人 我看着她咄咄逼人的模样 有些愣住 我是没了记忆 难道我真的忘了一个人 那个出现在我梦里的人 那个男生 我大步向前 有些急切地问 是谁 你还知道什么 快说呀 苏明月脸上带着得逞的笑意 仿佛我越痛苦 她越是高兴 你怎么不去问问顾寒呢 她可比我清楚多了 苏明月的话一直萦绕在我耳边 我不清楚顾寒对我的情感 也不清楚顾寒对苏明月的情感 更不清楚顾寒这个人 她到底知道些什么 我不敢去问 我浑身冰冷 如同行尸走肉般去找正简 你说 我之前有没有什么白月光朱砂痣 正简轻轻摸了下我的额头 没发烧 怎么会说胡话 没有啊 你可是英年早婚 当初我还劝过你 别为了一棵发财树 放弃了整片森林 我正简又接着说 不过你学生时期的事我不清楚 那时候你我都还不认识 那倒是 看来我得去一趟老家 当天我便火急火燎地订了票 回了一趟C市 我隐约觉着我失去的那段记忆 对我很重要 也许是我脸盲的关键 我看了一眼 那张飞往C市的票 如此急切 急切到连我自己都不知 我是为了寻找那个人 还是为了躲顾寒 当呼吸到另一片新鲜空气的时候 我心里涌上一股熟悉亲切的感觉 连那不安焦躁的心都被抚平 我去了一趟高中 在里面走了一圈又一圈 熟悉又陌生 大抵是翻新了建筑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闲来无聊 我盯着公告栏看 竟然在一张优秀毕业生榜单上 发现了自己的名字 上面贴着一张照片 我梳着高马尾 在笑 那时候应当是很快乐 照片有些发黄 还撬边了 算起来时间确实很久 整张榜单上只有我和另一张照片是发黄的 我看了一眼另一个同学的名字 林家 我的心哥登一下 他 哦 林家呀 你们两个当初还一直争年级第一呢 可惜 可惜 可惜什么 后来听说他出车祸走了 班主任一连惋惜 颇有一番物是人非的悲气 我听不见他后面说的话 脑海里闪过那座幕 林家呀 名字真好听 你叫林家 就是那个压我一头的年级第一 嗯 有事 没 就 你名字真好听 穿着校服的少女士气高昂 她插着腰 要去会会那个所谓的年级第一 结果在少年转身的一瞬间 嚣张的气焰瞬间灭了下去 年级第一长得可真好听 不对 是长得可真好看 脑海里一闪而过的片段 让我头痛欲裂 那一晚 我在梦中见到了林家 梦里的我和她并没有过多交集 我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看着她每天两耳不闻窗外似的 埋头苦毒 看着她放学去烧烤摊端盘子 看着她每天中午只吃鸡蛋喝白开水 看着她对谁都像只刺猬般浑身带刺 和所有同学格格不入 我和她在梦里唯一的交集 又是那次催眠中看到的那样 看不清她的五官 可我却知晓那张脸像脆了冰 一般冰冷 她语气中带着厌烦 别跟着我 我不喜欢你 这句话如同梦营 又一次把我惊醒 我满头大汗 喘着气的惊醒 我捂着头 有些无奈 难道是我对林家爱而不得 才会如此 心中如同闷着的鼓一般 怎么敲都不得尽 我在C市多待了两天 没有听任何人的电话 没有思考任何问题 脑袋放空 这两天是我这么多年来 最舒畅的时刻 可终究还是得回到现实 终究得回去面对一切 我的病还有顾寒 一下飞机 我就看到了正简身后的顾寒 她的背好像没有那么挺直 领口微重 整个人都颓了一些 走吧 我对她视若无睹 拉起正简的手 甜甜 我们聊聊 她声音中带着试探 我不说话 她又开口 好吗 我停住脚步 朝她一笑 好啊 那 你们聊 我去散散步 正简实去地拉着我的行李箱离开 末了又补了句 不许欺负甜甜 我自顾自递上了车 顾寒紧随其后 窄小的空间 让空气都变得稀薄 更让人心情烦躁 甜甜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我和明月最多只是兄妹 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哦 没有关系 你们不是躺在同一张床上的关系吗 我打断她的话 顾寒小心翼翼地拉起我的手 却被我甩开 不是的 我那天喝酒了 是她把我送到房间 她就只是拍了照片而已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真的 我深吸口气 缓缓开口 我看到你把她护在怀里 你说没关系 我信了 可她戴着那枚翡翠戒指 衣衫不整地和你躺在一张床上 这也叫没关系 这也叫只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 这话 连你自己都不信吧 顾寒钻着手 呼吸有些急促 却又不知该如何反驳我 我低沉地笑了一声 还是说 我不过是她的替身 是你因为你们的身份不能在一起 而寻找的替身 顾寒凑近 双手捏着我的肩 眼眶微红 不 你从来都不是替身 我小时候就知道你了 知道我有个未婚妻 去领养明月 也是因为她长得像你 我用力挣脱开她的手 嘲讽道 顾寒 我们之间本来就是 没有感情基础的商业联姻 这句话似乎刺痛了她 在我转身准备打开车门离开时 她猛地揽住我的腰 把我扯上她怀里 让我不能动弹一分 不 不是商业联姻 明明 明明你已经有点喜欢我了 她低声轻男 手上的力道却不减丝毫 顾寒 你放开 放开我 不 我狠狠咬在她的肩上 泄愤似的用力咬着 咬死我也不放开 我低声骂了她一句 神经病 磕磕 两位 该回家了 不知被她抱了多久 外面的正简敲了两下车窗 对上她那似笑非笑的样子 我无奈地拧了下顾寒 回家 顾寒 哪个家 我 你家 行了吧 顾寒 回我们家 我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顾寒脸皮 这么厚 一路沉默无语 相安无事地回到了顾宅 一上门就见苏明月低眉顺眼地站着 那模样像极了在等待受罚 扫扫 我错了 我和顾哥哥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那都是假的 都是摆拍的 你一定不会生我气吧 她上前扯着我的衣角 眼神清澈干净 和上次那个咄咄逼人的苏明月判若两人 我拉回被她扯皱的衣角 头也不回地上楼 突然后面传来她尖锐的叫声 哎呀呀呀 明月 顾寒的惊恐声响起 我回头 就见苏明月手里拿着一把剪刀 抵在脖子上 垂着头 披头散发 只露出那双恶狠狠的眼睛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肯原谅我 你不原谅我 顾哥哥也不会原谅我的 我只是想要和顾哥哥在一起而已 为什么 为什么最后她还是讨厌我了 是不是 我生来就惹人厌 是不是我就不配得到喜欢 剪刀贴着她白皙的脖子 印出了一条血痕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我和顾寒都来不及阻止 顾寒把我护在身后 一边轻声安抚她 明月 听话 放下剪刀 很危险的 听话 顾寒温柔轻语 却又让剪刀贴近了几分 不 你不会原谅我的 说着 苏明月又哭了起来 我不亦察觉的皱眉 却终究没有开口 姜田田 你不会原谅我的 林家是因为 救我才出车祸的 是我害了她 是我害了她 我的脚步微顿 呼吸急促 什么意思 你 她满脸泪水 脸上是祈求原谅 却又不甘心的牛曲感 我只是想去看一看 顾哥哥的未婚妻 长什么样而已 我只是去看一眼 我没想到林家会救我的 不对 她在最后喊的 可是你的名字啊 她以为我是你 才会救我的 所以她也是因为你而死的 说完苏明月便大笑着 把剪刀往脖子上扎上去 千军一发之际 顾涵伸手挡住了那把剪刀 苏明月的衣领上一片血色 那把剪刀扎上了顾涵的手掌心 可她却毫不吭声 只轻声安慰着被吓到的苏明月 那只是意外 不是你的错 嘴里说着这句话 顾涵却在看着我 目光触及她流血的手 还未来得及理清头绪 我便赶紧打电话 让医生过来 家庭医生很快就来了 给苏明月打了镇静剂 给顾涵的手包扎 在目光触及到顾涵的手时 我轻皱眉头 想伸手却又默默收回 心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极力被压住的窒息感 好像离真相越近 我越无法呼吸 别走好吗 明月她有抑郁症 精神状态不好 所以我才一再包容她 你 顾涵在床上 拉住我想要离去的衣角 我依旧淡淡扯开 顾涵 其实你也不知道 你自己喜欢谁吧 我给你时间想清楚 这样对谁都好 我顿了顿 还有照顾好她 我心里除了你 没有别人 身后的低男 被火急火燎的 开门声掩盖 哥 你怎么样 顾涵摇摇头 白雾熙却满眼怒气地说了句 又是苏明月 我拍了拍她的肩 她 状态不好 你别计较 白雾熙对我的话置之不理 冷哼了一声 回家后 我走向那个 我许久未踏足的地下室 要是一扭 咔哒一声 沉蒙的门 缓缓推开 灰暗一片 唯独那窗边偷溜上来的一抹阳光 映在了一幅画上 那是曾经令我一举得奖的肖像画 而这整间屋子里的画 上面都是同一个人 抱着那幅肖像画 我去找了秦师明 我好像知道他是谁了 我把画推到他面前 林家 应当是我曾经喜欢的人 看着眼前的画 我不自觉地抹扎着自己的手指 脸盲后 我还是会画人的 只是只会画一个人 一个即使看不清脸 记不清脸 我的手也会记住的人 秦师明戴上眼镜 细细地看着我 有些急切道 你恢复记忆了 我摇摇头 伸手抚摸那幅画 没有 只是我找到了这个人 不过他已经去世了 我定了定神 郑重其事道 我想再试一试 这次能不能恢复记忆 秦师明有些意外 我向来最讨厌的就是催眠 每一次治疗 我都会沉浸在寻找 记忆的痛苦的梦里 我万分厌恶这种感觉 没想到这一次 我会主动开口治疗 他抿了口口水 有时候 那梦不是美梦 是噩梦 你真的下定决心了 我扯出一抹苦涩的笑 无所谓是美梦还是噩梦 我只想找回这个梦 如果那个梦对我来说很重要 那忘记了 岂不是可惜了 这一次我在梦里看见了林家 他依旧是以背影的形式出现的 梦中另一个我在跟他说 我要出国了 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林家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嗯 那个我没有哭 却一脸释怀 可我知道他有多痛 因为我和他心连心 云雾笼罩 我追上林家离去的背影 想要触摸他 想要看清他的脸 但每一次都碰不到他 突然 我被一个人猛地抱住 被冲倒在地 头顶传来闷哼一声 以及他轻到几乎听不清的声音 姜田 姜 我被他护在怀里 抬头 我看清了他的脸 那是一张我熟悉的脸 那是一张满是鲜血的脸 我的泪指不住地抖落 抬手想要摸上他的脸 突然 我的手腕被猛地抓住 耳边传来 琴师鸣慌乱的声音 姜田田 这一次催眠 我大汗淋漓 仿佛置身在水中 窒息潮湿 我已经分不清脸上 是汗还是泪 脑袋里一段段记忆强行插入 心痛脑壳也痛 姜田田 你感觉怎么样 我恍惚对上 秦师鸣的视线 一张老气横丘的脸 逐渐清晰起来 我能看清了 秦医生 你原来长得这么成熟 秦师鸣板着脸 敲了下我的脑壳 一醒过来 就跟我抬杠 我俩相视一笑 秦师鸣没有问我梦的内容 她是我的医生 也是我的朋友 她知晓 那会再一次撕开我的伤疤 与她道别后 外面已是黄昏 原来那个梦 做了那么久啊 原来 林家真的是我的白月光朱砂智 也是我爱而不得的人 高中时 我刚转去C市 那时的我心高气傲 不愿与人多交谈 原本引以为傲的成绩 也被林家压了一头 第一次见她 我就是想瞧瞧到底是谁能稳居年级第一 也是在那一次 我便对那个不苟言的她一见钟情 不过这一切都是我的一厢情愿 我以问数学题的借口去接近她 打着赚零花钱的幌子 去她兼职的地方打工 每天都跟在她身后 越了解她 我越心疼她 我优异成绩的背后 是我父母给我抱的一对异金牌教师 理解不了地理 我可以直飞到当地感受人文地理 我读不了万卷书 我可以行万里路 是他们给我创造的优越的学习条件 让我能够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想做的 而林家没有父母 没有人给她好的条件去学习 她要打工养活自己 她要学习出人头地 每天晚上她都在路灯下做题 夏天热得满头大汗 冬天冻得满脸冰霜 每天她都吃不饱饭 中午一顿顶三顿 每天回家她只能面对空荡荡的屋子 逢年过节都截然一身 我多想为她做点什么 可她始终对我拒之千里 甚至对路边的流浪猫都比对我热络 年少的暗恋无疾而终 终究要分道扬彪 毕业后我要出国 而林家也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 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么贪心 想要再见她一面 也许就不会有悲剧发生了 我和她约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小道上 日落黄昏 已过了约定的时间 我想她该是不想再 见到我这块狗皮膏药了 我失落地回家 手里拿着那一幅小人画 原本是要送她的 可惜她没来 江田田 林家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歇斯底里 我转头 只见她抱着一个女生 把她紧紧护在怀里 犹如断了线的风筝般被撞倒在地 我急忙跑过去 我没有去想那个女生是谁 我只想着她能平安 我跪在地上 颤抖地抱起她的身子 她的脸早就被车撞得血肉模糊 她眼睛紧闭 可嘴依旧在呢喃着 我听不清她说的话 也听不清耳边路人的话 我只觉所有人的脸全都如林家一般血肉模糊 他们在哭在笑在张着血盆大口 想要把我一并吞下 血腥味浓重 林家的呼吸却越来越轻 轻到我趴在她身上都感受不到 林家 我走 你不是想让我别喜欢你吗 只要你醒来 我一定不会再缠着你 我不会再喜欢你了 好不好 林家 林家 救护车的声音越来越近 我的视线开始模糊起来 你喜欢我呢 我改还不行 脸 我喜欢你的脸 我扑斥一笑 林家 那你是要毁容 还是去整容 肤浅 林家 我不肤浅的 即使你的脸毁了 我也依旧喜欢你 你别死 泪水在我眼眶中打转 我抹了一把脸 才发现自己竟走到了大马路中间 走路小心点 我不可置信地转身 林 带看清来人 我又如泻了气地皮球般垂下眼 林家已经死了 他死了 男人小心翼翼地问 江田田 你记起他了 我抬头 看着眼前见眉心目的男人 这个语气 是顾寒 他比我想象中俊朗多了 我轻声应了一句 嗯 不知如何面对眼前炙热的男人 下一瞬 我便退后了一步 顾寒察觉到我的动作 又一把拉我入怀 别害怕 不是你的错 那只是意外 他轻轻拍着我的后背 我在他怀里哽咽了起来 不知哭了多久 我才擦干眼泪 把他推开 看了眼他湿润的肩膀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回家吧 他强硬地拉起我的手 忽然想到什么 我正脱开他的手 林家 救的那个女生 是苏明月对吗 他眼里闪着不明的情绪 点了点头 他自从那件事后 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和创伤应激障碍 有时像个正常人 有时就跟你上次见到的那样 前一阵治疗效果还不错 很久没发病 没想到上次 他有些自责 林家那件事 说起来也有我的责任 是我告诉了明月你的存在 他才会去找你的 如果当初我能阻止 我深吸口气 扯出一抹笑来 可惜 这个世界没有如果 顾寒顿了顿 把我揽入怀中 我准备送明月去国外 治疗 那里有个专家 这样对你和他都好 你能不能别躲着我 我缓缓开口 让我见见他吧 顾寒的手紧了几分 我又道 没事 他不会伤我 好 苏明月躺在床上 只呆呆地望着窗外雀跃的鸟 眼神平静得如同一潭死水 掀不起任何波澜 我坐在他床前 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鸟背惊走 他才慢慢回过神来 你来干什么 苏明月说话的语气 犹如孱弱的老人 有气无力 眼神闪躲 我看着他的侧脸 仿佛在看另一个我 一个曾经的我 一个被噩梦缠身的我 我说 我恢复记忆了 他抖了一下 眼里多了一分慌乱 我给他倒了一杯水 我不怪你 我想临家也不会怪你 无论那个人是谁 他都会救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身处黑暗深渊 没有光 便让自己成为光 他是一个连流浪猫 都会去救的人啊 怎么可能见死不救 那时的他为了 就一只逃窜到高树上的猫 差点把腿摔断 我把他带去医院 他倒反而安慰我 我只是流了些血 但是猫捡回了一条命 我没事 那只胆小的猫 后来变成了我和他之间 唯一的牵连 只是猫丢了 他也丢了 我把一个手势盒 放在苏明月的床头柜上 好好接受医生的治疗 他救你 可不是想让你一辈子 活在愧疚中 好好活着 才是对他最好的赎罪 说完我便离开 身后的苏明月 早已泪流满面 他颤抖着打开首饰盒 里面是一枚戒指 一枚苏明月尺寸的戒指 过了几天 我在林家的墓前 见到了苏明月 巧合的是 我俩竟都买了郁金香 谢谢你 苏明月对着林家说 又看了我一眼 以前我不敢来看她 现在我要离开了 我想来谢谢她 也谢谢你 她扬了扬手 戒指在阳光下闪耀夺目 你说得对 戒指不合适 戴久了可是会疼的 明天我就要去国外 接受治疗了 你何故 顾喊好好的 别因为我 我和她之间 什么事都没发生 对不起 还有祝你们幸福 我点头 你也是 我盯着林家的墓 扬起一个笑容 林家 下辈子再喜欢我吧 这辈子 姜甜甜 我转身 顾涵站在不远处 朝我招手 她沐浴在阳光下 地上的影子 也同样在招手 仿佛是与我道别的林家 她在说 下辈子见 我和顾涵 重新大办了一场婚礼 这下媒体 便知谁才是正宫 苏明月没有来参加 但她送了一对戒指 和一封信 她说 她在国外很好 病情也得到了控制 白雾西也不知什么时候 和秦师明好上了 年底准备结婚 两人腻外地不行 郑简又去了占地前线报道新闻 又缺席了这场婚礼 好像大家都走到了 小说里的大结局 杜蜜月时 我问顾涵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 喜欢上我的 她只是笑笑 比你想得要早很多 看着她眸子里的星辰 我抱紧她 有些感慨 你那么好 居然会喜欢我 她突然板着脸道 你比我好太多了 喜欢你不是应该的吗 而且我没有你想得那么好 我自私 我不喜欢你身边 有别的男人 我极度疯了 我还自卑 我喜欢你 却不敢向你表达 只敢偷偷看着你 顾涵不敢说 她曾经还去林家面前 警告过她 也不敢说 她身边的追求者 都被她一一解决掉了 更不敢说 联姻也是出自她的手笔 如果林家还在 她也许会使尽手段 把她抢过来 不过那样 她定会厌恶她 可她从来不是什么好人 看着怀里的人 顾涵深吸了口气 不过这些 她不准备告诉她 她知道 她爱她就好 她的手笔 她的手笔 她在下车里面 她的手笔